而且说实话,下半场呢,少了上半场的锐气和体育支持呢,给对方的压力或许是不够啊 另外,那个进球,飞玉的那张远射进球,就被VR推出之后,诶,这时候呢VR也要再回看,看这个进球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,对 进球成立,诶,直接打空,有没有,哦,漂亮 二标,二标,二标,回头就翻评比分,这个没问题,这个应该没问题,慢走机 外援替换上来,还真是带来新的改变啊 就是简单,明快这下如果发展过多啊,可能这个机会就没了 这比赛真是有意思,下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,打出这样的一个小高潮 交替的进球 这可能是